女士優先 楠楠 我觉得作为实习老师 我觉得很开心可以看着他们一路成长 然后我也很荣幸吧 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 就这段旅程我也学习到了很多 因为看到大家从开学的时候 一个人表演再到两个人成团 到现在的五个人 我相信我知道同学们心里都有 非常多的感受 因为也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有开心有难过 但是我觉得你们收获到的东西 肯定只有你们心里清楚 然后这个东西肯定是 别人想拿也拿不走的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教师团都非常以你们为荣 一定要记得这个夏天 我们一起度过了 然后要记得你们身边的伙伴 然后我觉得你们都是最棒的 相信你们 加油 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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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 嗨 老师来吧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觉得 只要你们觉得不后悔 跟几个兄弟们玩得开心 那OK了 我觉得挺够了 梁龙老师 我觉得只要是比赛 肯定会有遗憾 但是呢 对于我个人来讲 每次我们有任何一个乐团 离开的时候 我认为对于高校来讲 都失去了一种 一个色彩 对 对于我来讲 今天不是谁输 谁赢 而是你们分兵两路 让我们未来巅峰相见 布淑老师 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 然后我真的 不愿意有人离开 谢谢布淑老师 邓紫棋老师 其实跟你们相处这段时间 我觉得在这种时候 无论谁离开了 我觉得我心里面都是特别的舍不得 我一方面有时候觉得我一方面有时候觉得我非常不愿意你们年纪这么小 然后你们要承受这么多很多很残酷的一些无论是赛制还是你们要面对的大众 但是我另一方面又觉得你们唯有在经历过这一些之后你们才能够更加的发光 所以就这种心情很矛盾 我希望你们可以真的绽放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夏天过了之后我会很想念你们 很多人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节目现场 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的伙伴在舞台上泪洒现场 因为当你看到这些少年的时候就看到自己曾经生活中的影子 让我们把掌声也送给陪伴我们这么久的五位老师 老师辛苦了